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 姐姐往生前的叮嘱 大约是姐姐往生前的十几天吧 我和姐姐通电话 我半开玩笑地对姐姐说 姐啊 你是大菩萨 小妹凡夫 菩萨慈悲 有什么要紧的话 嘱咐嘱咐我这个凡夫小妹呗 姐姐爽朗地笑了 说 都这么大了 还这么调皮 逗姐玩呢 我说 不是逗姐玩 我说的真话 姐姐说 那好吧 有几件事 我也真想和你说说 于是姐姐说了下面几件事情 姐姐问我 你还记得李炳南老师 往生前一天 跟他的弟子说的那段话吗 我说 我说记得 李老师那段话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世界乱了 就是佛菩萨 神仙下凡 也救不了了 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出路就是老师念佛 求生净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姐姐说 为什么李炳南老师给弟子们留下了这样的最后遗言 这是李老师慈悲至极 他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的弟子们 以及一切有缘众生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 当年李老师留下的遗言正在兑现 我问姐姐 你跟我说这件事有什么用意 需要我怎么做 姐姐说 你今后和同修们交流学佛心得体会 一定要告诉一切有缘众生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重点是在唯一二字上 唯一就是只有一个 没有第二个 这是你的任务 姐姐和我说的第二件事情是 弘扬净土念佛法门 是你的使命 姐姐说 你2000年前后病危 谁都没想到你能活过来 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阿弥陀佛把你留下来的 留下来干什么 弘扬净土念佛法门 度众生 你一要独善其身 二要奸善天下 二者都要圆满 姐姐和我说的第三件事是 护持上静下空老法师 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 静空老法师多生多节 都是你的老师 你要给大家做个 尊师重道的好样子 我说 姐啊 我尊敬师父 爱戴师父 那是没有二话的 可是你说让我护持师父 我哪有那本事呀 姐姐说 真诚心是你的第一本事 你用真诚心护持师父 就那六个字 老实 听话 真干 你今生能够成就去做佛 是对师父最有利的护持 为什么 这么多年来 有多少人想把师父打成邪师 想把师父讲的法打成邪法 你今生成就了 事实胜于雄辩 静空老法师能把他的弟子 教化成佛 把这样的高僧大德 说成是邪师 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姐姐和我说的第四件事是 你要低调做人 低调做事 永不张扬 你的一切都是属于众生的 没有一样是属于你自己的 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 是你的本分 姐姐和我说的第五件事是 你未来的路途很艰险 你一定要有泰山压顶 不弯腰的精神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姐姐说 我相信 再大的压力压不垮你 再大的诱惑也不能让你动心 更不能让你倒下 姐姐还告诉我 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护法团队 祝佛菩萨无时无处 不再护佑你 你和一切众生都有缘 你人缘 法缘都好 这是你弘法立生的有利条件 姐姐往生两年多了 上面所说的事情 我过去没有提到过 为什么 环境不允许 姐姐往生以后 出了一片光碟 所引起的轩然大波 至今余波 仍在继续 我不怕别人说我大骗子 也不怕别人说我搞神通 我怕因为这件事让有的众生造口业 如果两年前我把上面的事说了 恐怕会第二次引起轩然大波的 现在经过两年多的积淀 随着人们境界的不断提升 这一次该不会引起什么震动吧 我还是真诚地劝告各位同修 我说的这些 你愿意听就听 不愿意听就不听 听与不听都是你的自由 你完全可以自由选择 还是那句话 千万别因我说的这些话 让你心生烦恼 如果是那样 我真的对不起你了 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下面说说对姐姐往生之前 叮嘱我这几件事的认识 第一 姐姐叮嘱我的几件事都至关重要 非同儿戏 这是一位菩萨姐姐 对一个凡夫妹妹最珍贵的教会 第二 姐姐的叮嘱真实可信 不是故弄玄虚 两年多来 姐姐说的话都在一一兑现 第三 诸佛菩萨的加持 诸护法善神的护佑 我时时都有切身感受 佛菩萨时时都在我身边 姐姐虽然往生两年多了 但我觉得姐姐时时处处都在我身边 一些难题都是姐姐帮我化解的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 2013年6月7日我右胳膊摔伤了 肱骨骨折 不单是摔骨折了 而且是摔碎了 这也是业障现前 有人说 刘老师 你修得那么好 怎么还会业障现前呢 我告诉你 人人都有业障 没有一个没有业障的 我和你们一样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也有业障现前的时候 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我遇到事情 特别是业障现前的时候 我找阿弥陀佛 找观世音菩萨 我既不找神 也不找仙 更不找什么大师 我消业障的唯一方法 就是念阿弥陀佛 由于我属于特殊的过敏性体质 对所有药物都过敏 所以我做手术 术前术后都没有用药 推进手术室到推出手术室 是4个小时 医生告诉我 纯粹的手术时间 是2小时27分 伤口缝合29针 里面是用三块钢板固定的 从我摔伤的那一刻起 到我手术 这样说吧 一直到现在就没有疼过 连一次都没有疼过 我现在说出来 是否又是搞神通 我当时感觉 看不见 手术室里满屋都是观世音菩萨 记得姐姐往生一周年的时候 冥冥之中 姐姐和我有一大段新的交流 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你的手术很顺利 姐姐全程在跟着 护法尊天在现场观音菩萨 亲操作 我当时都记录下来了 记得有同修对我说 这个你不能对外说 你说观音菩萨亲操作 那不是否定人家医生的工作吗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又不能做任何解释 机缘不成熟就不说吧 什么时候机缘成熟再说 第二个例子 去年 2014年年末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上圣夏妙法师给我发短信 内容是 有一位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修发心 要把佛说大成五亮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净土大经科著 净土大经科著讲义 净土大经科著参考资料四本书 核定出版 用宣纸印刷流通 师父上人将此书定名为 净土大经科著讲义 圣庙师短信说 师父上人希望我为此书写一拔文 我当时感到压力很大 因为我深知此书分量之重 这是流传末法九千年的 指导静宗同修修学的一本教科书 而且这本书的续文是师父上人撰写的 我何德何能为此书写拔 况且我的文言文功底很浅 师父上人用文言文写序 我用白话文写拔 这等不伦不类的拔文 怎能流传后事 我给圣庙师写了一封信 请圣庙师带我禀报师父上人 不是我假意谦虚 也不是有意推托 真是德才不拒 难担此重任 过了几天 圣庙师回信 说师父上人仍然希望我来写此拔文 而且准许我可以用白话文来写 看了圣庙师的回信 我不可以再推辞了 我想尽力而为吧 但是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老绊子看出我有些思想负担 慢慢悠悠地对我说 哎呀就这点事还能把你难住 你不是有事就找阿弥陀佛 找观音菩萨吗 这回怎么忘了呢 一句话提醒了我 别说我老绊子关键时刻来点智慧 帮了我的大忙 我点上香 郑重其事地和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诉说我的真心话 可能心诚则灵吧 出了几句话 诚如弟子所言 此事至关重要 恩师逐你写拔 你必能担此重任 放心写吧 佛力加持 无事不成 观音事 我看着姐姐的照片 心里在和姐姐说 姐姐帮忙啊 姐姐仍然是那种标准的笑容 仿佛在说 看把你急的 你能行 第二天 从早七点一口气写到十一点 中午做饭吃饭 下午一点钟接着写 到三点钟 写完了 加起来 一共用了六个小时 这件事 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绝非是我个人的能力 我了解我自己 这篇稿子 完全是佛力加持的结果 今天在这里 我把这件事 讲给大家听 可能会有一些 不同的反响 一个是说 我又在搞神通 一个是说 我在炫耀自己 再一个是 同学们知道 我在告诉大家什么 这就是佛力加持 不可思议 告诉大家 姐姐往生前 叮嘱我的事情 一重要 二可信 二 谁带众生苦 谁救我娑婆 这个问题 我的回答是 诸佛菩萨带众生苦 诸佛菩萨救我娑婆 可能有人会问 诸佛菩萨在哪里 我怎么看不见 我说 诸佛菩萨就在我们中间 而且是无量无边 这个世间就是一个大舞台 谁在台上表演 诸佛菩萨 表演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善因善果 恶因恶报 表演这些给众生看 到最后 给我们表演一出压轴戏 万元放下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就举几个我们身边的例子吧 刘肃清老居士的例子 我和姐姐共同生活了71年 可以说对姐姐一生的经历 我是清清楚楚的 姐姐的一生 是带众生苦的一生 原来我真的不太理解 怎么那么多苦 那么多难 那么多罪 都让她遇上了 有时候真觉得老天不公 比如 姐姐1960年结婚 找了个丈夫 不能说她坏 只能说她愚痴 就是这么一个丈夫 把我姐整整折腾了53年 就是姐姐有病 腿截之后 也没停止折腾 记得我姐夫往生前的 最后三个月 为了让她放下怨恨 不堕三恶道 那段时间 我常常去劝导她 有时看她那样子 就想起了她五十多年 是怎么对待我姐姐的 说实在的 那时我的心中 也时有一丝恶念闪过 不管她了 愿上哪儿到 上哪儿到去吧 自作自受吧 可是好在这个念头 只是一闪而过 我告诫自己 不能放弃 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在佛力加持下 功夫不负 有心人 姐夫终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做佛去了 这也是给我们表法吧 如果说我姐姐是观世音菩萨 再来表法的 你说我姐夫郭永发 是不是也是菩萨来表法的 我说是 只不过是 他们表法的形式不同而已 他们用不同的表法形式 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姐姐一共生了五个孩子 她没有度过胎 四女一男 可能是有重男轻女的想法吧 前四个是女孩 第五个是男孩 在这五个孩子里 如果用不平等的眼光看 第三个孩子 我的三外甥女儿 是五个孩子中最优秀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么个好孩子 1986年被火车撞死了 那一年外甥女儿21岁 大家想想 这对一个母亲来说 是多么的残酷 处理孩子的后事 是我去的 我不想让姐姐看孩子 最后一面 姐姐很坚强 她终于挺过来了 妈妈去世前的 三年多时间里 得了老年痴呆症 这也是一种表法吧 病了三年多 作了我姐姐三年多 当时我们都不了解这个病 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作人 我姐姐非常孝顺 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妈妈说啥就是啥 大家想想 上有老 上有老 姥姥姥爷 爸爸妈妈 下有小 五个孩子 每个孩子差两岁 还有一大摊子 离不开的工作 姐夫一点忙 也帮不上 不捣乱就不错了 可想而知 姐姐该有多难 大约是1999年前后 二是疼痛难忍 换个人早就哭天喊地了 可是姐姐一生也不吭 她怕我难过 姐姐发了一个愿 愿带所有得骨癌的人 承受这个病痛之苦 把所有人的病苦 给予她一生 多么伟大的姐姐 她的心中只有别人 没有自己 2008年5月 姐姐做了截肢手术 迫于家里压力 手术那天 她是唱着观世音菩萨圣号 进的手术室 据大夫和护士说 进了手术室 她还在唱 2012年11月 姐姐要往生了 她告诉我 她还有十年阳寿 不要了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 我有新的任务 我必须提前回家 我知道姐姐所说的 新任务是什么 但我不能说 2012年11月21日 中午12点 姐姐欲知实至 分秒不差地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做佛去了 回归长寂光了 走得那么潇洒 那么自在 这是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亲眼所见 什么叫活着往生 第二个例子 海贤老和尚 海贤老和尚 表的什么法 他表的是 弘扬 静宗之法 他告诉我们 第一 告诉修 净土的同修 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有 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 真的有 不是假的 这是他在 给西方极乐世界 给阿弥陀佛 作证 他用自己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作佛的事实 来作证明 第二 给黄念祖老居士的 大经科著 作证 黄念老的这个 著解是 急著 老人家 截集了 八十三种经论 一百一十种 古来祖师大德的 著书 著这部经 著解 句句都有出处 不是他自己 随便说的 这部急著 可以说是 天下第一著 海贤老和尚 给我们证明 这部大经科著 完全正确 依这部著 学 完全正确 第三 为净空老法师 作证 证明 净空老法师 二十多年来 依这部经 这部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教化众生 是完全 正确的 决定 没有错 海贤老和尚 往生前三天 表了最后一个法 那就是 若要 佛法兴 唯有 僧赞僧 这是在为整个佛教 作证 告诉大家 一定要互相赞叹 不能毁谤 互相赞叹 佛法兴 互相毁谤 佛法灭 互相毁谤 是给社会大众 做坏样子 社会大众 看到这些坏样子 就会对佛教 失去信心 他就不信佛了 这样佛法会衰的 佛法会灭的 所以 兴佛法的人 是佛弟子 灭佛法的人 是摩弟子 现前 静宗这一代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磨难 这么多年来 对无量寿经 汇集本的批评 批判 对黄念祖老居士 大经科著的批评 批判 人数之多 言辞之激烈 可以说是佛教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尤其是对 弘扬这部经 这部著的 净空老法师的批评 批判 已经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地步 何止是批评批判 简直就是人身攻击 阿弥陀佛慈悲 派遣海贤老和尚 来这个世间表法 并让他住世 一百一十二年 老和尚 实现的是农夫身份 一百多年 都是在田间 辛勤劳作 坐在乡间 一个不起眼的 无人争 无人要的小破庙里 没人供养 吃的是苦 穿的是补 一句阿弥陀佛 念了九十二年 不拐弯 问问我们自己 这些年学佛念佛 拐了多少弯 老和尚这里表法 形式高明 障碍相对来说 要少一些 这个形式 是当前社会环境决定的 老和尚最后一个表法 表完了 立刻就走了 不等人们反应过来 老人家已经去西方极乐世界 做佛去了 等人们反应过来 有人想找他理论 已经找不到了 要找就到西方极乐世界找吧 你说老人家多高明 多潇洒 多自在 这才叫大智慧啊 老人家的这个表法 意义太深远了 光碟已经看了一年多了 真正看明白的人 究竟有多少 每个人不妨都问问自己 我看明白了没有 第三个例子 上境下空老法师 上境下空老法师 入佛门63年 讲经说法57年 老人家每一步都那么艰辛 有多少次都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了 可是 因为有佛菩萨的加持 有龙天护法的护佑 老人家都能化险为夷 柳暗花明 又一村 在这里 我一定要说一句 委托尊天护法 功不可没 如果有人问 谁在护持老法师 我可以直言不讳的告诉你 梁土导师阿弥陀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 还有 委托尊天菩萨 是净空老法师的三大护法 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护法吗 可能有人还会问 为什么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委托菩萨 会护持老法师呢 一句话 老法师红传的 是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的正法 哪里有不护持正法的道理 委托菩萨 是贤结千佛的最后一尊佛 在他没有成佛之前 他的本职工作 就是护持正法 上镜下空老法师 遵照张家大师的教会 学释迦佛 走释迦路 一生走讲经说法的路 老法师六十几载 尊师教会不走样 千难万险不回头 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上镜下空老法师 入佛门以来 所受到的毁谤 陷害 排斥 羞辱 可能在整个佛教史上 是空前的了 至于是不是绝后的 我不敢断言 在这里 我想摘录师父上人 在大经科著学习班里 讲的几段话 供大家品味 第一段话 我们要能够接受 无根谣言 甚至于有意陷害 羞辱 通通接受 为什么 我们这一世 反省 为人处事 没有大过失 不应该遭遇这种耻辱 不应该受这个 可是过去生中呢 如果想到过去生中 想到三世因果 那我们就知道 肯定我过去欺负他 羞辱他 陷害他 这一生遇到了 他用这些手段 对我 这因果报应 一报还一报 这一笔勾销了 没事的 如果过去生中没有 这一世遇到这些事情 那就是他来考验我 他来破坏我 破坏什么 破坏你修行的功夫 让你这一生 不能成就 如果考试通过了 好啊 通过的时候 我们不单不怨恨他 还要感谢他 第二段话 我们选择的道路 终极的目标 是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不能带染污去 不能忍辱是染污 不能带是非去 不能带怨恨去 也不能带情直去 统统要放下 怎样才能去 心里只有一句 阿弥陀佛 别人对我一切冤枉 要不要洗刷清楚 不需要 洗刷清楚之后 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 不必洗刷 我们到底是清白 还是被冤枉 阿弥陀佛清楚 极乐世界人 通通清楚 何必要说 要放在嘴上 这毫无意义 学佛的人 不能不知道 第三段话 很多人替我不平 这都叫多事 我自己都没有事 你们为什么 心这么容易 受外界境界影响 受外界境界的干扰 要学 你们听到别人批评我 毁谤我 羞辱我 羞辱我 若无其事 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就对了 你是真正佛弟子 你要为我抱不平 还是怎么 你是凡夫一个 你这个佛是白学了 连海贤老和尚都知道 时间久了 真相大白 问题全解决了 冤枉 哪个朝代没有冤枉 岳飞寿的冤枉 死后多少年才平反 何必要在这一时 在这一时 你要替我冥冤 你要替我伸冤 障碍你不能往生 哪一桩事大 往生事大 伸冤是小 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受冤屈 与你不相干 你老是念佛就好 所以劝同学 不要因为我的事情 连累你这一生 往生的机会 失掉了 那就是我的过失了 我把话讲清楚 讲明白 我们愿意接受冤枉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坏事 确实能包住我 消业障 增福慧 上面这三段话 都是我摘抄的 老法师的原话 我为什么要摘这三段话 因缘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 有同修向我提出质疑 大概的意思是 你是老法师的弟子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话 你算什么老法师的弟子 听到这种质疑 我不为所动 我心里非常坦然 因为我知道 我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如果是三年前 遇到这种情况 我真的可能站出来 论战了 我觉得三年后 今天的我 比三年前成熟了 理智了 我不再会感情用事了 我觉得做佛弟子 就要听佛的教会 做老法师的弟子 就要听老法师的教会 学生不听老师的教会 那算什么学生 最起码算不上好学生吧 我2010年 第一次去香港见师父 受益最深的一句话就是 不和任何人、事、物、对立 这句话 我至今牢记心中 终生不忘 这是我做人学佛的座右鸣 正像师父上人说的那样 有时候甚至几句话 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师父的这一句话 能影响我的后半生 上面我举了三个例子 说明是祝佛菩萨 在待众生苦 在救我娑婆 是不是救这几位呢 不是的 我开头说了 待众生苦 救娑婆的佛菩萨 无量无边 而且就在我们中间 在我的亲身经历中 我所送过的 张荣真、王洪来、齐树杰、张福瑞、罗立秋 还有九十七岁 还有九十七岁往生的厄玉秀老人 都是待众生苦 救娑婆的大菩萨 他们在人世间 视现不同的身份 用不同的形式表法 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那就是度众生 那就是度众生 救娑婆 他们持戒为什么 他们吃苦为什么 他们忍辱为什么 为了做样子给众生看 而且这个样子要做得逼真 他们来去自由 可以随时往生 可他们一切交给阿弥陀佛 这就是待众生苦 目的只有一个 教化众生 转迷为物 离苦得乐 让我们对这些 救苦救难的菩萨们 生起无限的感恩之心 并像他们那样 永代众生苦 去救我娑婆 菩萨大慈悲 娑婆度群蒙 永代众生苦 悲心便虚空 常住身禅定 吸毒无量佛 便满十方差 教化诸众生 惭愧弟子刘素云 顶礼 2015年7月 我们读了刘素云 这一篇报告 很喜欢 这些年 他学佛确实有心得 确实 把过去的一些习气 改变过来了 这得学佛的同学 做参考 最重要的是 如果能像 流水凝聚是学习 对你的道义 一定会大由提升 大由长进 人生 一定要知道 过去深深事实 无量节来 都在六道轮回打滚 六道苦 像这一世之中 苦难 不知道 受了多少次 都忘掉了 如果不是学佛 就不能够做 深层的 翻新 真正在佛法上 得到利益 才相信 轮回 那么这一次 我们真是 不是千载难逢 千载时间太短了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 遇到了尽足 这个法文 尤其是 在这个年代 出现大善知识 这些大善知识是谁 诸位心里 一定会想到 祝福出杀了 不是犯人 那我遇到的 张家大使 李炳南老举死 包括方东韦先生 改变我一生 让我走的一生的道路 都是佛菩萨安排 这是我常讲的 我自己没想到 也从来没想过 一生 接受佛陀教会 谁也不叛严 普贤菩萨教给我 随喜功德 绝对没有叛严 我想做什么 想做什么 我真想做的 就天天老实念佛 求生进度 除此之外 都不是我想的 那么有这个语言 遇到了 我想佛菩萨安排了 安排了 咱们就走吧 那分一部分时间 还是尽心尽力 帮助别人 希望 希望 这个社会 真正能够 化解 冲突 让大家平等 对待 活物相处 从 人与人之间 家庭与家庭之间 社会与社会之间 族群与族群之间 宗教与宗教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 都能够 化解 冲突 都能够 鸿沐相处 平等 对待 共臣 共荣 能走向 佛法 佛法是 世界 世界 假了 不但世界 世界 世界 变法 界 时空 界 是一个自己 这最高境界了 佛菩萨给我安排的 是走这条道路 走的是很辛苦 但是 做得很欢喜 尽到我们自己 一天 拥有 拥有 责任 我们是全心全力做 因为智慧 佛报 都不足 张家大师 以前告诉我 尽心尽力 就是圆满 共同 我们 我们 身一线 不移 刘 的想法 的想法 做法 学道 决定不能跟人对立 这个在佛法是打击 佛法 条件不具足 要具足什么条件 第一个 要具足 破身界 我还执着身是苦 这就不能正出口 第二个是对立 边界 我跟人 事物 对对立 不能正过 你看看 摆在最前面的两条 那学佛子们 又从这里 学五国 怎么个学法 齐心都念 为别人想 五 慢慢就淡化了 淡化到五 是真的 为什么 这个五是家国 有真国 要重视真国 真国 不生 不灭 这个假国 刹那 变异 生灭法了 物质现象 生灭法 生老 并死 老 不是突然老的 一年 比一年老 知道吧 还知道 一个月 比一个月的老 忘掉了 一天比一天老 一小时 比一小时老 再告诉你 一分钟 比一分钟老 止不住 我 所以 神是假的 真神 不神 不灭 真神 在哪里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真的 真神 不是凭自己 修行功夫 是凭借 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的 价值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是真神 真神 真神 无量生活 真神 永远不衰老 真神 身体 相貌 好看 不止 三十二相 观经上所说的 阿弥陀佛的 报神 身有八万四千相 每一个相 有八万四千好 每一个好 放八万四千光 每一道光中 都看到 奢放祝福 在待众生苦 在教化众生 轻眼看到 这个神像 多壮严 阿弥陀佛的 我们无法想象 所以要努力 要把这个世间缘 化解 物的缘 不能有 善缘也不能有 为什么 有善缘 就有情之 爱不重 不生素佛 这句话 要记住 念不疑 不生 减度 要转移 也门深入 常识选修 不生 不生